水草钢开钢 没错 还是荷兰井 我会把这个钢用到的所有硬件设备 水草 后续的维护都详细的告诉大家 包括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办法 都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 这个钢是山东晶晶超白钢 尺寸是60x40x40 8毫米厚 现在铺的是火山石细立 垫在水草泥下面 它的作用是活化底床 说人话就是保持底床透气 防止板结 水草能长得更好 铺个一两公分后就行了 接下来是道水草泥 这次我用的是日索的水草泥 正宗日本进口 很棒的一种泥 一袋是8公斤 这次一共用了一袋多 差不多20斤吧 水草泥铺平就行 前面大概是5公分厚 后面是6-7公分 因为咱们这是荷兰井菜园子 不需要井深 所以不需要前后高度差别特别大 这次用了7种水草 分别是日本泽枣 红玫瑰 粉胡尔 血宫廷 绿宫廷 罗贝利和日本矮珍珠 种水草之前 记得把水草泥打湿 加点水 让水味微微没过水草泥就行 水草怎么处理呢 看 这是粉胡尔 作为中红井草 大概留着八九公分长 把下面的两三截叶片都摘掉 然后再种 这样有利于生根 这是薛宫廷就不摘叶了 太麻烦 几百克呢 宫廷类水草需要密质 三到五颗捏一块种下去 一撮一撮的 每撮挨的距离也要近 这样才能后期长得茂盛 好看 记得要喷水保湿 要不就蔫了 累死我了 终于种完了 种水草真的很费腰 大家看到没 像宫廷类水草需要密质 我就种的特别密 150颗绿宫廷 250颗血宫廷 就挤在后面两个角落里 其他的水草就种的没这么密 这个草钢的过滤 用的是绿筒 创新的CF600 绿材选的是德国安采的纳米球 其实本来想用小体积的 实应中控球来着 但暂时手里没有了 就先用这个个头大的吧 你们用的话 就优先用小体积的实应中控球 消化细菌用的是喜尊的 水草灯是威尔康的Z200 这个是老款 大家可以用新款 对了 所有的器材和用品 在我主页主窗里都有 二氧化碳是山东建设钢瓶 一秒两泡 好了 过两天再给大家更新它的状态